外外翻尋味, 吃得很棒 舅父, 是 這些肉芥, 何時開始種 才種了這麼大棵 通常在殺種苗的時候 開始20天左右移植 是 移植種下去之後 它會用40天時間生長 就已經有這麼大棵 四十天就是一個月多 前前後後, 加上六種苗 六十天時間就有這麼大棵 不錯 當然了, 我們拿兩棵 讓今天炒一碟 切菜心給你吃, 好嗎 好, 先放下葉 然後切好 把老的那些批走 切好, 切好 而且它的筋, 纖維很粗 吃起來就會有那麼多硬厚 硬厚 硬厚 把它切成一段, 兩段, 三段 炒出來, 這樣 是 吃起來… 我兩個口感差不多 沒錯, 有鮮頭 有鮮頭 對 蒜就切片 切片 這個是頭皮 這個是耳朵 切薄片 你切厚片, 它不漂亮 厚片會不會太大塊了 對, 一定要切薄片 燒紅的 好 一邊爆, 一邊炒, 蒜頭 出了味道 然後就把那個, 喝入味道 我愛翻尋味, 吃得很漂亮 這個文文 早就說約我在這裡做神運 拍照也沒見 早安 早安 我愛翻尋, 新屋 這個 神草樓樓呢 花花少女 來到這麼漂亮的崩江西 是嗎 是 沒理由踩上板 我不會 不會不要緊, 但你一定要認識這個地方 周頭咀公園 身後面, 這裡就是黃蜂菱花一條街 對面有沙面, 白天鵝 那邊也很漂亮 對…那個八鵝潭 大灣區藝術中心 對, 新浪城 對 非常漂亮 新的網紅打卡點 所以說, 老廣來的地方 或者外省的旅客來到這個地方 又有花蹄 又可以走一個這麼舒服的… 美景 對, 美景 我們的江邊 當然要有得玩, 有得吃才行 這條街有一間很有特色 特色是什麼 要排隊 不用, 要排隊還要去嗎 要排隊不要緊 我事事預訂了 自死是你 很聰明, 走吧, 出發 你不是撩著去嗎 你好, 梅姐 你好, 梅姐, 你好 你好, 你好 這裡很飽 對, 我們每天都飽 梅姐, 這裡這麼多人 有什麼主推呢 對 我們主推是手工的 我們有茶點的 我們是八折 點心八折 我們點心全部都是手工 每天都是八折 對, 全天都是八折 點心的下角必點的 對, 香西角必點的 我們的牛肉球必點的 非常漂亮 而且我們的手工的牛肉球 很大… 果然來這裡傳統老廣 對 因為他們做的點心很傳統 對, 全是我們的街坊 對 那不要說那麼多了 梅姐, 不如… 看看我們的雅座在哪兒 對, 我們先找到雅座 二樓的位置 好開心 真是很漂亮 對… 梅姐推薦必點的, 我們也點了 是整個桌子那麼多 我們從哪兒開始入手呢 蝦餃 蝦餃 這是廣州人必點的 大顆, 晶瑩的透 哇, 裡面有很多蝦 對, 很緊實 裡面的蝦真的很足料 是 而且裡面除了蝦之外 會有一點點爽絲 去配合口味 讓它有口感, 即是鎖鎖鎖鎖 除了蝦餃之外 還有牛肉麵 對, 這個牛肉球 真的不是所有茶糕都可以吃得到 吃這個牛肉球 肯定就要點這個靈魂激汁了 沒錯 哇… 先試一下 而且傳統正宗的牛肉球 下面一定要扔著腐竹 有些東西墊底 爆汁吧 而且不會太鹹 我說它真是新鮮 因為你看到它整個牛肉 外面是深色, 裡面是粉紅色 而且很香, 牛肉味 再加上裡面有些香西味 少許芫荽 對… 提升了口感層次 很香, 好吃 好吃 這個牛肉球 是不是先試這個 你看到它這麼厲害 這個就是蜂巢炸芋果 炸芋果也是從小到大 超級棒, 你看見它 整個元寶的形狀 對 這個芋果 其實它做得像一個迷你芋頭的樣子 是 然後表面就… 哇, 全部都放在這個蜂巢 我們不如試一試這裏的麵包 好啊… 叉燒麵包其實已經成為了 廣府人喝茶的一個代號 是 現在的叉燒麵包都是… 哇, 很足料 一定要蒸到它全開花 對, 因為它全包了漿 然後它有肥、有瘦 它的包體很鬆軟 很鬆軟 焦蛋、鹽, 很多汁 試這個包 這是生煎包 這是生煎包 這個月式生煎裡面的餡料 最重要是有甚麼呢 薑汁 對 同樣在一頓正宗的月菜之後 作為一個類似甜品的 這是有收美的生煎包的… 這個… 對手 通常這個對手就是薄餐 它是芒果綠茶卷來的 哇, 真棒 就是甜味的薄餐 是 它是一層一層捲著的薄餐 裡面還有一個香芒 表面就是… 有很多椰絲、芝麻 所以就… 真是適合小朋友 這個糯米雞 又有鹹蛋黃 又有雞 這麼大隻 還有冬菇 對, 冬菇 還有這些醬料 加進糯米裡才會很棒 想像一下也知道有多香 不如我們看看這個價錢 好嗎 最便宜的小點是12元 是 黃點是39元 是 打完八折的話 其實也算是划算 是, 心裡超級划算 因為老廣吃東西很簡單 一是吃味道 二來就吃環境 很多時候都會帶爹、媽媽 去對面白天鵝那裡 因為有美景看 是… 但至於價錢不一樣 我們現在… 升級了 但現在我們又可以看到飯鵝壇 是 又可以吃到一個價錢又實惠的點心 我們先招職 招職, 桃園有美景 是 而且點心還要是自己製的 然後還要全天八折 快點, 多叫一點… 多叫姨媽姑娘過來 要早點來才行 是, 要排隊 真的排場地, 很熱鬧 這個只不過是我們老廣的第一餐 通常我們以前都會做一個 喝茶加吃樂的 除了很漂亮的手公仔點心之外 它的粵菜也不得了 是, 而且選擇很多 是, 也有些經典, 有些創新的東西 所以我們喝茶就喝完了 一於就… 吃樂…吃完飯了 吃完飯了 翔師傅, 你好 你好 我知道這裡有一個很特別的菜式 就是要現場做的, 對嗎 一般是給那些驚喜 氣氛給那些… 即是氣氛組的菜式 那叫甚麼名字?甚麼名堂 金湯、糖卓 金湯、糖卓? 這個名字就知道 一定是湯湯水水的東西 夏天就對 夏天就對, 對 今天我們用了甚麼魚 用鱸魚… 鱸魚, 旁邊還有一些絲瓜、番茄 下面還有一個麵去搭配 那今天的做法是怎樣做的 現在開始做, 用戴過橋 同樣搓 會否是類似雲南那種過橋米線 搓一搓, 差很多 再加上龍湯 對 好, 看到這兩鍋都滾起了 對, 我先放在這裡 這個時候可以放材料 鱈魚 很重 鱈魚、瓜果, 先放在底下 待會魚放在上面 好的 但我聞到這鍋東西 雖然說滾水有點鹹味 是 絲瓜、番茄 很清爽的感覺 好, 接著把魚片放進去 魚片大概要長多久 不用太久, 收起來就可以了 加上靈魂雞湯 金碧輝煌 就可以了 喝茶加食了 對, 當然就是要吃我們的月色菜式 我們就從這個涼拌菜開始吧 好 有點酸味的樣子 但它很厚, 也不是齊皮 不是齊皮, 會黏少許肉 但你會覺得蘿蔔皮的位置 比裡面的肉更脆 還有它的酸甜度剛剛好 對 但有點辣 對, 挺開胃 當你打開了味蕾之後 就可以試試我剛才跟徐師傅 學習的這個金湯唐灼 名字很特別 很香的脆米味 對, 上面加了脆米 還有一點芹菜, 點綴 裡面主要是過橋的做法 做的鱷魚 重點是要嘗嘗一口湯 對, 先嘗嘗一口湯 超甜 我喝到一些老雞味 沒錯, 確實是放了雞湯 再加上蘿蔔泥、蘿蔔蓉 煮成蘿蔔油 再加上雞湯就更濃郁 所以其實這道菜 魚是要先提鮮的 分分鐘精華在湯上 沒錯, 其實徐師傅說 魚是封劍油人的 你喜歡吃斑、貴一點也行 像吃鱷魚一樣 也行 一樣的風味 最主要是它的底部做得漂亮 金湯 對… 不如試完你學習的這道菜 也試試我那道菜 好 我那道菜真的很家常 我想學很久 確實很多地方可以吃 但能否吃到小時候的味道 那就要看看我偷到甚麼絲 好, 接下來要跟徐師傅學一道 山椒爽鮮 我們這個山椒有甚麼材料 它主要是薑、蔥、蒜 最主要是用底味 因為它是真正的鮮 傳統的鮮, 有鮮的鮮味 我看到煲已經燒得… 很紅 我淋上少許油 對, 起鍋底 把薑放進去 這個味道 就像蔥頭、蒜 有點香 爆香料頭 聞到一些… 香味 料頭香味就可以加 就可以加點了 這個是醬, 以醋油醬為主 加了蠔油、生抽 我們自己煮的 一個避滯的椒醬 椒到它開始… 它們把它抹開了 它會硬身 張開 對, 硬身開始 它差不多 吸到蓋上 所以一定是猛火 所以最喜歡的東西很講究 火火口, 一定夠猛火才行 已經吉不及待了 對, 它說要保持 就是字字腥就上桌 這樣才是我們的嘴嘴煲 它有多肥美, 你別說 它真的入味 對 它可以去到那些腥味 還有進入了那個嘴醬的香味 有鑊氣味、煙火味 它扭著中間骨的位置 還很彈硬, 對吧 真的爽脆 所以它剛剛緊緊熟 對 來了骨 這條鍋這麼出色 再嘗試其他特色食物 好… 不如我們先嘗魚 很奇怪, 我們平時吃粵菜 通常都會白粥加油炸鬼 搭配 但這次的油炸鬼 我們不搭配了 先玩一些新意 怎麼玩 搭配前面的… 水虎大魚頭 但它怎麼搭配油炸鬼 很簡單而已 偏高貝 這個粗糰糰的油炸鬼 剪下去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油炸鬼 也特別大條 是 但油炸鬼的湯汁 很大腎 其實我不覺得它很酸 雖然它說加了醋 但它很香 它很香辣椒和醋的香味 很香辣… 我剛吃到它的魚, 特別嫩滑 它應該… 外面會比較油 因為它外面會比較脆 然後我吃的油炸鬼 它表面很脆, 裡面吸收汁 有點像火鍋加麵筋的感覺 我們解鎖了油炸鬼的吃法 新吃法… 同樣也很香, 不如試試那個吧 好的 衛菲最糊乾 好像是用花雕酒 這個好像…挺粉 但它跟花雕酒融合了 好像有梅子的味道 它的甜度挺有趣 令我好像在吃甜品 我發現我對花雕做的菜 也無法抗拒 是 我很喜歡 本來我可能喜歡自己喝 貴妃醉酒 你好, 丁貴妃 這個我推薦 你好, 文相 讓貴妃先嘗嘗 原來它是… 菠麗脆皮魚鴨 滴了醬汁 泡汁 很嬌 皮有一點脆皮燒豬 對… 對, 好像嬰兒豬 對 脆得… 比曲奇脆 我告訴大家 脆得對面沙面也聽到 不如是燒豬皮脆脆 我也是 很脆脆, 而且滴了汁 我覺得吃這條乳鴨 不可以說話 很好吃 它的皮真的… 果然是招牌 這條皮真的很棒 而且可以保持汁水 鎖住在裡面的汁水 現在掃描我們的下方二維碼 穿到我們的尋味光嚴損雙城 就可以秒殺到這麼棒的乳鴨 這可以說是我推薦 這麼多雙城的東西以來 我特別喜歡 手推嗎 手推 目前為止, 這麼多種菜 我覺得這道菜 乳鴨 還有一個蝶 還有一個過橋的堂桌 很棒, 給我這麼誇張 但同樣很吸引女士味蕾 一定是飯後甜品 我的第二道, 現在要開啟了 我下面是薑皮奶 上面有些…應該是桃膠 很膠 我這個應該是加料版的楊子甘露 酸酸甜甜, 也很適合夏日 所以我們剛才吃了一些鹹的東西 有辣的東西, 還有其他酸的東西 再中和, 吃甜品 感覺非常滿足 你餐, 一百分 圓滿 吃得這麼滿足 當然要感謝我們的合作夥伴 就是觀航麗園廣 港府粵菜奔江店 謝謝… 真的超級滿足 是時候要出去真正運動一下 建胃吧 好…走吧 你教我玩, 我去板吧 好 喝茶吃飯一條龍 剛才在奔江西 一扔個彎進來, 周咀大街 對, 周咀大街 對, 鑽孔鑽辣 不如找一個下午茶 我從來都沒試過 從早茶到下午茶直落 而且是兩種不同風格 對 在這裡真的很接近 對 從甚麼風吹我們過來 大風 我看見這個漂亮的下午茶 在小街小巷裡 喝一杯夜喝也挺爽的 你看, 我已經喝了這麼多 因為我這個是冬瓜茶 真的很消暑解惑 我這杯是招牌檸檬茶 老闆說茶底特別配方 再加上我覺得它挺用心的地方 連檸檬的人也替我打碎 你看到這些檸檬肉嗎 我這個雖然是冬瓜茶 但它有加蘿漢果 所以它屬於一種天然甜 新津解惑 下面還有桂圓 是 十多元在這些小巷裡 也無限驚喜 如果餓的話 還可以嘗試它的飛碟 旁邊又有麵包 對, 很香… 明天早上早餐也可以買酒 所以說來到賓江西 雖然是傳統的街道 但是這個公園也有新興趣 區別於以往 我們經常去的樓花湖、荔灣湖 這個新的舟頭咀公園 真是給我們驚喜 這麼漂亮的景色 可以看著珠江邊 看對面的白天鵝、沙面 然後一旦可以看到方村那邊 對 還有其實江邊 大家都知道一線江景 有很多美食 但是如果你願意發掘的話 你還可以更上一層樓 因為很多淋江的天台 都佈置得很漂亮 尤其是晚上, 微風吹過來 打開雞煲 看著五光十色的 珠江夜遊的船 對, 很舒服 對, 很棒… 而且這裡… 我今天吃飯、喝茶也很划算 有八折 在這裡又可以看到一線的光景 價錢又十分 你說到底真的不得不 要和大家安理一下 是 就是看到老廣多的地方 一定沒有酒保 沒錯, 看到老廣在外面 全部排隊 一定要加上一份去排隊 必吃就必吃 老廣多就算他不好吃也好 也有另一個優點 就是夠大 價錢不便宜 當然這次吃的又便宜又實際 真的好吃 又好吃 對, 尤其是乳鴿 乳鴿是很便宜的 原來我看是29元左右 只有3元也不太 分分鐘看我們的節目數碼 更划算 超級優惠 先掃好馬 希望以後我們可以多發掘 這些寶藏食物 價格又有優勢給大家 大家跟著我們吃 一定不會中伏 我們今集的節目也差不多了 對, 時間又夠了 對, 我下期再跟大家推薦一些 廣州地道好玩、好吃的東西 給大家 下期… 這麼開心, 是否叫口號 對 今集還沒叫口號 對 3、2、1 灣區煙火味 由街頭吃到行味 再見